我刚经历了一个不太好过的冬天 就从身体到心里都有一些问题 就很难受吧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我姑且叫他小巴啦 他姓王 我有的时候经常会给他发一些 就是没有来的信息 两个人有一些没头没尾的对话 然后我上次给他发 我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他就恢复我一句话 叫等春天来 哎呀我要让等啊等啊等啊 我还是很难受 我就有一天等崩溃了 又给他发一个信息 我说春天再不来我就要挂了 他还是跟复读机一样的跟我说 等春天来 我说春天什么时候会来 他跟我说 春天来的时候你自己就知道了 没办法呀 还是很难受 那于是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又去读庄子 庄子里头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叫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还有一个类似的词叫不得已 我们去读庄子会发现啊 就是他说过很多次不得已 比如说他在人间事里就说 延回想要去劝说魏国的国君改变自己的治国方式 孔子就跟他说 你的方法太多了 这些方法其实都是你想要让对方觉得自己错 然后你是对的 你要知道当你进入世间的繁荣游戏不能为名利所动 他能接纳你就说 不接纳你说了也没用 没有执着也没有成见 一颗心要寄托在不得已这三个字上就对了 那什么叫不得已呢 我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啊 就人在这个低谷的时候啊 是非常难熬的 就你即便知道了一车香的道理 那个感受你还是必须要一天一天的去熬 而且你想 人是很难主动接受疼痛这件事的 但凡遇到疼痛我们会僵硬会躲 又很难能够主动去迎接疼痛 而且人在至暗时刻的时候 那谁愿意待在那个低谷里啊 都不愿意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平常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蹦打 因为你得想办法自救啊 就这个办法行不通 那我也许就去想别的办法 而且你知道那个心态啊 上上下下的 就是白天醒过来 想到一个办法 觉得自己可以一路开广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又阴谋了 觉得这个世界又绝望了 然后白天醒过来 又觉得自己可以了 就如此反复 就耗到自己真的就 很像是那个托尔斯泰说的那段话 今天很愉快 决定了 应当爱 应当劳动 第二天 很累 不想爱了 也不想劳动了 网上还有一个段子啊 叫 睡前原谅所有的人和事 然后下一张图片 还是不睡了 原谅不了 所以你看 我们低谷的时候 真的就是跟过山车一样 而且 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 没有人能够理解你 就 他们不可能完全理解你 也不可能完全共情你 就所有的苦难 都是只能自己一天一天地熬 那一天我正在上的时候 刚好刷到一篇文章 题目是 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的苦难吗 不能 你灌下多少鸡汤 听了多少的安慰 都没有用 就是 那个日子 就是要一天一天地熬出来 而且我觉得老天爷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 他好像在给你布置一个课题 然后不断地搓磨你的耐心 就是让你在这样 上上下下的 这个过山车里面 一点一点地去增加你的忍受力 就是你感觉好像自己快死了 但是呢 隔天醒来 你又觉得好像又没完全死 自己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于是又苟延残喘地过了一天 如此这般反反复复 就到后面 你知道我 到后面 我有一天 我就清楚地感觉到 我自己需要大哭一场 然后我就打电话 跟我小爸说 我真的我太想哭一场 小爸说那你哭吧 我说你知道吗 我现在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也就是在这一刻 我突然间明白了 庄子所说的 不得已这三个字 就是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决定很多人和事 但事实上我们无法人为的去加速客观条件的成熟 比如说我们无法以一己之力 让冬天过去 让冬天过去让春天到来 所以庄子人间是郭相在这个不得已的后面有一句注解 叫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 不得已说的是天道的规律 比如昼夜交替 四季轮转 人世起伏或者万物枯容 就是它时机到了自然会发生 就你时机不到怎么催促都没有用 也许有人说你可以人工催俗或者拔苗助长 没问题可以 但是随之而来的还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时运不在我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等 但是等是不是等于什么都不做呢 不是的 我觉得道家的这个智慧无为不等于躺平 不是说什么都不做 不是说绝对禁止 庄子有一句话叫随顺自然 它其实是和外界环境保持相对禁止的状态 与外界环境同频 就像是我们之前举的那个例子 庄子达生里面的那个游泳的例子 在这么湍急的水流底下 它做的是和漩涡一起卷入水底 和波浪一起涌出水面 观察和感受水流 顺着水势调整呼吸和节奏 所以它不是什么都不做 它是一直和外在环境保持一种叫做 同频状态 或者叫相对禁止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庄子说的不得已 这三个字 首先要是对外在环境的一种臣服 对自然规律的接纳 就很像女人生孩子一样 我们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几个产程 尤其在第一产程的时候 护士会告诉你说别瞎用尽 用尽了也没用 因为你要等公口开 那这个时候没办法疼啊 怎么办 你就算是上午痛 你也得疼一阵子以后才能够上午痛 而且那个时候那个疼只能你自己忍受 不可能有人能代替你疼 你就只能忍着 当客观条件它就是不成熟的时候 你再怎么使劲都是没有用的 我们只能等待 等待时机的来临 而且要保存足够的体力 这个世界永远有时运在我和时运不在我的时候 时运在我 那个主动的停止是为了积蓄更大的力量爆发 而时运不在我 那个停止是为了减少无畏的损耗 时运不会永远在我 也不会永远不在我 就像庄子《人间事理》所说的 就是顺着外物的自然状态 悠游自在 然后不强硬地改变它们 以此来涵养自己的中和之心 我想这就是王小霸跟我说的 等春天来 他让我在寒冬当中 就积蓄自己的生命能量 然后随顺着自然的规律 不去做无畏的消耗和对抗 这就是让自己有机会 有体力 等待春天的第一缕曙光 然后终于有一天冰雪开始融化 那天清晨 我给王小霸发了一条信息 我说春天来了 王小霸回了我四个字 春天快乐